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的国家 大家都出不去 所以以今年2020年来说 这真的是有一点遥不可及的梦想 Jasmine建议大家可以就好好的待在你现在的国家 好好的工作赚钱 存到了旅行基金 等到疫情结束的时候 就真的可以来一个环球之旅 这个频道主要是透过旅行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各国不同的文化冲击 价值观还有爱情观 包括旅行当中各种经验 带给我们内心的成长 在你听节目的同时 也邀请你到Apple Podcast上面 帮我打薪评分 留言告诉我你听节目的感觉 或者是你想要再听什么样的主题 然后把这集节目 分享给想要环游世界的朋友 我会认真的记住 每一位听众的留言 再继续做出更好的节目 最新的一则留言 是Ocean627写的 他给了五颗星 他说是让人舒服的声音 陪伴我漫长的通勤时间 喜欢你的声音 口条很清晰 又充满自信 谢谢Ocean的留言 Jasmine也很高兴 自己有能力 可以透过声音来陪伴大家 老实说 我其实算是一个 蛮没有自信的人 可是我觉得在旅行的路上 好像又慢慢的找回自己 所以也很希望 可以把这股力量传给大家 让每个人都更喜欢自己 如果说你也想过着旅行 旅居的生活 欢迎加入脸书私密社团 一起游牧 虽然说这个社团 还是一个baby社团 才刚刚成立 成员不多 可是里面的成员 大家都住在世界各地 很喜欢旅行 我们会在里面分享 如何一边旅行 一边工作 还有各国的旅居资讯 我也会分享 关于线上华语教师的经验 社团的连结 就放在描述栏位 欢迎想要环游世界的朋友 一起游牧 今天的来宾叫做答书 或答的答 数数的数 其实他不老啦 这只是一个他的绰号 那我跟答书 其实一开始 有一点像是网友 去年我在墨西哥的时候 听说有一个 正在环球旅行的台湾人 他玩到了墨西哥 因为在墨西哥的台湾人 真的很少 所以那时候就很想要 跟他碰个面 在FB跟他联络上了以后呢 才知道他已经玩到美国了 但是我们也聊到 那个时候我即将要去古巴 可是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太多的功课 我没有查太多的资料 他就非常热心的 给我很多古巴的资讯 还有古巴的电子书 然后不断提醒我说 古巴是一个没有网络的地方啊 那一定要先把这些东西都下载好 放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才不会到时候要找任何的资讯都找不到 也真的让我感觉到 达叔是一个非常古道热肠 很热心的朋友 所以特别邀请他来 说说环球旅行的故事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毕业纪念册上面的那个 我的梦想就是写着环游世界 而我们今天的来宾呢 他的这个梦想就是他30岁的时候就完成了 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达叔 耶 大家好 我是达叔 很高兴能够来上这个节目 耶 第一个月就邀请到达叔 非常的开心 耶 谢谢甲方的邀请 今天来讲我环球旅行的故事 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题目 这样子旅行回来之后有很多的感受 一直有一直想要透过很多种方式 跟大家分享旅行的乐趣 这样子 达叔可以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因为虽然说我们已经认识彼此了 但是观众可能还不是很了解你 好没问题 那先讲一下我自己大概的人生经历 就是硕士毕业之后呢 就去花莲工作 那个时候就是在做隧道桥梁 和那个铺面工程师 就是做一个土木工程师 那逗了几年之后 觉得人生好像不能只有这样子 所以我在30岁生日那一天呢 我辞掉了我的工作 然后第七天就带着机票 就开始去我的环球旅行了 那总整走了180天 绕了15个国家 不包括三个转机国 之后回到台湾 大概是在去年的5月初左右 回到台湾 那之后的几个月 常常在分享旅行 也同时在准备我的节目 这样子我也有我自己的Podcast 在来介绍我环球旅行的故事 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说 你怎么能够下定决心 离开你原本的工作 开始环球旅行 其实我觉得任何事情 就是你想要做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去做 只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个人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 环球旅行是我在工作之前 就想做的事情 当然当初环球旅行 也是先听讲座 先跟朋友沟通 访问他们的经验 透过他们这些朋友 就是让自己 有更多旅行的勇气 那后来回来之后 我也觉得喜欢分享 我自己的故事 把我的勇气分给大家 所以是说你有看过 很多类似讲座的分享吗 就是有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强大的动机 是你真的觉得 好我要离职了 然后开始你的生活 的旅行生活这样 我听过的旅行 其实超过二十几场 我觉得可能会 就是那个时候 从我当叮当替代艺 然后一路就是开始上班之后 周末有空都会去听一些讲座 那这些讲座 就是每个讲座 当然主题不一样 有些人的旅行 是从台湾直接飞阿根廷 就中间其他国家 全部跳过 也有一些是说 像我这样子 从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 就是真的是连成一条线 这样子绕一圈回来 也有这种人 那每一种旅行方法都可以 你知道 我就觉得 反正就是看看 不一样的生活环境 那透过这些人 你会得到更多的心得 然后你也会得到 更多的勇气 还有旅行的知识 所以其实在你出发之前 你酝酿了很久 对不对 因为你一直不断的 会想要去听更多的讲座 然后你一定会 更想要去某一些地方 可是你都只能在心里 很想出发 对没有错 我觉得所有的旅行 最开始都是 从第一张机票开始的 总在没有买第一张机票之前 都是讲干话 所以你算是第一次旅行 你就这么长途的旅行吗 就是半年的时间 也没有啦 第一次旅行 大家应该跟大家 经验都差不多啦 就是那种第一年工作 刚好有几个价 可以连在一起 那就一个礼拜 那就去哪里晃 你也第一次 第一次自助旅行 你也不敢去很远的地方 也不敢去太远的地方 那就先从日本 很简单嘛 从日本就去的这样子 因为日本看得懂嘛 然后语言就去了之后 发现自己的英文 好像还不错 你干嘛跟人家比啊 真是的 对啊 没有啦 去国外之后 自己发现自己的英文 其实还不错 这样子 就是说 所谓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比上语 比下有余这样子 对啊 后来就 后来又因为几个原因 像是因为我喜欢玩魔术 我自己在魔术圈 大概也玩了15年 16年有了 从国中 国高中就在玩 然后因为国外 有那种魔术的大会 魔术的比赛 这种大家几千个魔术 是聚在一起的魔术大会 那我也是 也是这样子 OK 那有个机会 就去跟朋友 一起去看魔术大会 这样子出国也有 这种比较朋友 一起出游的方式 那再来也就是说 自己想去体验一下 挑战一下自己 甚至是带朋友出国 这样子 就是带 对出团 那自己私底下玩一玩 这样子 就是去一些 我去过的地方 反正大概一年 也就是一两次的旅行经验 后来就大概慢慢的 自己的行李箱 变成了背包 然后身上的行李 从15公斤 变成到最后 只剩10公斤 这样子 就是一个过程 然后后来 也是慢慢练起来了 那我很好奇 就是180天 你要走15个国家 你是怎么规划的 比如说你的机票 或者是你的住宿 你是一开始就想好 你的大概的行程吗 还是说你是边走 边计划 OK 好 这个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那我自己一个工程师的个性 其实我比较喜欢计划 你一定是都规划好了 然后再出发 因为我也是透过朋友的开导 所以慢慢的开导之后 再出发 就我第一张机票 其实买的机票 还不是从台湾出发的 我第一张机票是朋友 那个时候他在埃及工作 然后他就是推坑我一张机票 因为我那个时候 现在倒回去讲 就是我第一个问题 是我要在哪里跨年 这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我一定会跨到年 那我想了很久 我就看了一下地图 好像里约热内卢跨年 好像蛮有意思的 这样子 所以呢 我就选了巴西里约热内卢跨年 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 我们讲说里程碑 OK 好 那接下来就想办法 在12月31号之前 到里约热内卢 我朋友聊一聊 他说刚好有一张机票 从埃及 然后摩洛哥转机 到里约热内卢 就很开心的 就机票就订下去了 这样子 那张机票才八千多块钱 我觉得还OK 还非常的好 你说埃及飞到 摩洛哥转机 摩洛哥转机到里约的内卢 而且是坐摩洛哥皇家航空 对 但你是超级早就订了 对不对 那个大概是我在旅行前 七个月开始订的 这样子 就是第一张机票是这么订的 结果从 结果呢 那张机票就开始 就根本就是一个坑 因为这三个国家都要签证 摩洛哥的签证跟巴西的签证 应该就是全台湾前五男半的签证 然后这张机票就两张 就两张签证要处理了 快崩溃了 难道大家都说你机票买下去就对了 因为你机票已经买下去 你后续的签证一定要慢慢的把它处理完 对对对 我后来也是一路运气都不错 还有通过朋友帮忙 我的巴西签证一送就过 这样子 就当天 当天办就半天拿到了 摩洛哥的转机要不要签证 其实我们的那个外交部领事馆的那个网站 其实没有写这件事情 这样子 然后这件事情也是跟航空公司沟通 跟那个摩洛哥大使馆 email沟通 最后结论就是我不用办签证 我在摩洛哥直接转机就好了 这样子 因为如果要签证的话 摩洛哥签证是全台湾前五难办的 他的难办是指什么样 就是说你是到当地才能办吗 还是因为你很早就出发了 还是说你在台湾就可以准备那些资料 以那张机票来说 我至少还有八个月的时间可以办这个事情 所以中间是一个沟通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这张签证的部分也蛮屈其离奇的 就是说 首先我第一个 你自己买机票 那这个签证理论上要自己办 那我就是摩洛哥签证 他跟你讲 网路上跟你讲说要怎么办呢 我就一路上查了一下 他说台湾没有办事处 所以你要把你的文件全部寄到日本 寄到日本的摩洛哥大使馆 然后摩洛哥大使馆会回你一张email 这份email印出来 然后带去给机场 机场会把你带到小房间里面 审问个三五个小时之后 你就可以进摩洛哥 这是摩洛哥签证的办法 你办签证的时候你是在台湾办 你出发以前就办好了 还是说你在旅行中旅行到一半的时候 在别的国家的时候去办的 每个国家状况都不一样 有些国家真的就是很轻松 就是网路上填一填付钱刷卡 OK你就可以进去了 这是有些国家是这样 比方说土耳其签证呢 他不但免费的 而且我发现我第一次填完之后 我填完资料发现我还填错了 所以整张签证我再重办第二张 反正免费的嘛 资料重填 然后Jordan的签证 我那个那一张 他是连 约旦这个国家也听过吗 我知道我知道 我差一点就要去那边教书了 就不是摩洛哥 因为但这个国家 他的很有趣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 叫佩特拉 是世界文化 是世界的新七大集 走进法老王的那个感觉 很高的石像 还有人像 对 我觉得那个毛素还不错啊 这样子 但是他又跟法老的感觉不太一样 其实是石头堆起来的 但是他们那个 这个佩特拉 他们是整片石牙 然后往内磕 然后整个结构体是磕出来的 就是有点像 中国的话 就是会是一个佛嘛 会把整个山壁磕成佛 然后约旦把整个山壁磕成 他们的神殿 但是不止那个神殿 重点是它是一整片 平均10平方公里里面 都有很多神殿 那是一个很夸张的地方 很壮观 然后这边我签证 它是签证跟佩特拉门票 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这3300块 其实因为我只待6天 所以以签证来说 算是有点贵 3300台币吗 算台币台币 这边讲台币 那个时候的汇率 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他们是少数 就是 其实我对 因为当初约旦这个国家 很糟糕的地方是说 它没有什么中文的资料 网络上有背包客 有分享 但实际上那些 并没有那种 比较什么 警囊啊 旅行资讯 比较有官方的 资讯都没有 所以你在找资料的时候 你用英文找的资料是有 但是双岁的对理来说 你这到底适不适用 这其实又是一个问题 我同意 我觉得台湾人旅行的点 都很单一 就是东南亚 泰国 越南 要不然就日本 韩国 有一些地方的资讯 中文资讯 真的很少 这其实我觉得 这会回归市场价值 不过在我离开之后 就在我回到台湾之后 我后来也有发现 跟约旦相关的书籍 也有出现 所以我觉得 这是OK的 约旦其实至少 在疫情爆发之前 以旅行来说 我对他印象还不错 他是少数把我的名字念对的人 念对的国家 这是什么好感啊 真是的 就是 我的本名嘛 叫陈正生 但是对外国人来说 他们会讲 陈陈陈 听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知痴失 搞不清楚好吗 他们来说很困难 对对对 陈正生 听起来就像陈陈陈 你知道吗 对他们来说 发现是一样的 而且 然后我进约旦的时候 那个海关 看了我的护照 他觉得发音好正确 好感动 竟然是因为这样 喜欢上这个国家 还不错啦 其实约旦的感受 其实不错啦 扣掉一个奇怪的女伴 就还好 这样子 所以出国之前 就是先把机票定下去 再来就才麻烦 才开始想说 签证该怎么办 这是一种旅行方式 另外一种旅行方式 就是只买 就是你要不要先计划 那我个人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去这个国家 我至少有两三个大点 我一定会想去 剩下的就是一些小点 我就随便凑一凑 我到后面旅行 其实旅行大概也就是说 晚到了晚上 用WiFi查一查 明天我要去哪一个大点 好 要去这个点 那接下来就可能几个小点 去凑 把这个条件凑起来 然后最后就 然后再回来 我大概后面旅行 都变这个样子 至少说这个国家 我为什么要去 我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 这个国家 比方说土耳其 你一定会想去看 有关于什么圣索菲亚大教堂相关的东西 你去以色列一定会想要看跟耶路撒冷相关的东西 那当然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有些人可能想要看宗教冲突的东西 就会往那个West Bank那个地方开始走 就是我们讲说巴勒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比较冲突的那种地方 他们会想往那边的地方走 我也有朋友是这样子的 你通常会怎么做这些功课 就是说你要怎么找到你想去的地方 对 是的 那个其实每个人想要去旅行的 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首先就是每个人风格不一样嘛 那我自己本身是历史迷 所以我喜欢看一些历史相关的东西 那历史和古籍 而且我本身有念土木的 所以我建筑 还有一些所谓民生的东西 比方说什么道路啊街区啊或者是路灯啊 这些小东西我会看这样子 所以我会比较用我们讲说建筑的旅行方式 可能会比较适合我啦 体验式的旅行 你说像是什么party啊购物啊这种 或者是滑雪这种比较运动的这种 我不太会做啦 就是说没有朋友就我大概不会去这样子 那历史的东西我平时是自己有在累积啦 因为我自己喜欢听一些podcast 或者是我们一些APP有在讲历史的 我都还蛮爱听的 所以就尤其你一听是听了好几年 不要因为我在旅行之前好几年 我就在累积这些资讯了 所以我大概知道说这个地方有什么 有一个套家坡的方法 我会先去旅行社 看他们的套装有哪一些行程 通常那些点就是最大的芭蕾景点 嗯对没有错 那个没有不好啊芭蕾景点也是 可是他已经帮你整理好 你该去的地方有哪些 对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他的图片 有没有你喜欢的 像对我来说我很爱拍照 不管是网美照或者是风景照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是不是你要的 然后你再去细节的话 再去Google那个景点的名字 对然后再来安排进自己的行程 这样子 这也是一种旅行方式啊 重点是你喜欢的 重点是你在旅行过程中 时间是你自己的 大家之所以喜欢旅行 是因为真的可以做自己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很自私的完成你想要的事情 我喜欢看博物馆 我常常就是有些博物馆 我太喜欢 我就一次逛三天这样子 像是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 我就逛了三天 美国国家美术馆 那个在华盛顺特区那个美术馆 我也是逛了三天 那有些有些博物馆 是真的来不及看不完 这时间不够的 那也就是尽量把它给走完 每个人 我会当初 这是个人啊 那你说我的旅伴 喜不喜欢我这样子走 我觉得一般来说正常人不会 我觉得这个旅伴真的很看缘分啦 一个人旅行好处就是你可以自己规划 然后你不用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那旅伴通常 如果我是在路上捡到旅伴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是你想要一起去那就一起啊 不想要的话那就分开走 其实也没关系 我觉得旅伴最后有三种结局 你要不听看我的心情 请说 为什么你笑得这么笑 你会不会被其他你的朋友听到 然后就被划上黑名单 不会啊 反正我敢反正那种被划黑名单的 大概也没再联络了 所以没差啊 你说你说 有什么结局 第一种就是说 他妈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八婆 对不起 讲这样的话 太啰嗦吗 不论是说他做了一些不理性不理智的行为 让你觉得不适合 或者是说他做了一些所谓危险的行为 那这种人真的是 你不会想再联络了 那就真的好聚好散 就是二字真言放生 不合啦 痛掉不合 什么都不合 就早早分开早早切了这样 对 像我在过程中碰到那个女伴是爱杀架的个性 他是把杀架当乐趣哦 而且他又刚好 而且那个时候刚好又在埃及 那埃及就说实在的就是一个杀架的天堂 你可以人家很喜欢给你杀架 他们把在埃及 他们把杀架视为一种礼貌 那是一种生活方式 然后他就很享受那个杀架的过程 那说实在的 但是我又不爱买任何 我又不想买任何东西 所以我看着他在那边杀架其实我觉得蛮浪费时间的 啊 你是就是看好下手付的钱就走这样 其实大部分的东西我也根本没有想买 所以就算了 埃及的草莓冰沙 我们台湾那种700cc草莓冰沙在埃及才35块 你会想跟他杀架吗 我懒了 我直接买了 我懂 对 这真的是价值观不一样 因为他就是很 他觉得那是很enjoy的 就是很好玩的 第二种是回来之后还会持续联络 还会再见面的 然后通常这种真的会是终生的好朋友 因为你们已经看到这个人的下限了 你已经知道说这个人价值观跟你动不对痛了 那你还会持续跟他联络 还会持续跟他见面 表示说其实你可以接受他的下限 就是旅办是一个照妖精 就是你把他看光 那种感觉 是啊 你会知道这个人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啊 上班是一个形象 在家在家跟那个朋友面前是另外一个形象 那旅行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照妖精 你真的 你人家是怎么样 你真的你会知道啊 然后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你想见但是见不到的人 这是第三种 这家家好感伤哦 你在作诗吗 没有没有 是真的有啦 有些像我在秘鲁的时候 我碰到一个女孩子啊 觉得当时聊天是真的感受很棒 这样子就是跟他聊起来 你会觉得那种 呃 你会跟他很对痛的感觉 但是你但是你知道说你明天第二天就有飞机要飞出去了 你你可能这个人再也见不到的 这种这种人就会觉得很可惜 对那你会再见到的话 你会觉得还蛮意外的这样子 而且这以我以我这个女孩的来说的话 我们真的后来又再见到了 他来飞来台湾找我 这还蛮有意思的概念 很有趣的一个过程啊 对 然后虽然他后来跑去纽西兰禅修了 anyway 我觉得真的就是在旅行当中遇到的人 你都会觉得特别的珍惜 对你会很想念这些人啊 这样子 虽然说实际相处的时间可能只有短短的24小时 或者48小时 但是给彼此的那个那个能量是可以维持很久的 你会记得那种感受啊 因为在旅行过程中 你真的会需要很多人的帮助 那这些人或许帮忙的时间可能才不到10分钟 不到30分钟都有可能 但是在过程中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人 而且你会觉得这个 而且会是一个好朋友 这样 而且你会这种感受你会永远都记得 全世界都在帮你的感觉 对 你有没有哪一个城市是让你觉得说 我好想要再待久一点哦 但是因为你的机票已经订好 必须要飞了 然后你觉得很遗憾 好多哦 真的讲不完 你问了一个好大的圈给我 讨厌先订机票是这样 就是因为你在查资料的时候 跟你实际到那个地方 或是你在那个地方遇到的人 是很难讲的 机票已经订了 但是你在当地 如果你觉得很无聊 但其实很有趣 然后你很想要继续待下去 可是你机票退不了 对 这是一种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会碰到什么人 那我是觉得反正 如果你是有机会长途旅行的话 那真的就是时间弹性一点 不用把机票都订得很死 但有些国家是因为签证的关系 你非要买机票不可 这个就你这个就没有办法控制 这样 这个就不能勉强了 但现在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就是整趟旅行花了多少钱 哦好啊 那我觉得这个要拆开来问 就是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机票花多少钱好了 这问题好难的 我没有规划过全球的旅行 有20万吗 20万 OK 好 先一个概念 就机票怎么算这样子 疫情之前是这样子 疫情之后不确定 疫情前大概就是一小时的飞机 你抓个35美金 以洛杉矶来说的话 可能去跟回分别是13至15个小时 因为地球会转吗 那你就平均起来14个小时 乘以35美金 大概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好难哦 你真的是工程师 都是数字 OK好 没关系 那这样子好了 这样好了 就是说有一张环球机票 那真的是一个 24小时内 你可以环游世界地球一圈的机票 就是从福山飞纽西兰 纽西兰飞美国 美国再飞杜拜 杜拜飞回台湾 有这张机票 这张机票大概是 好 我记得当初 查好像大概6万多了 这样子 环球机票的概念是 他给你24小时 是吗 你的航程 航行时间 没有 这是某一个旅行部落客 他真的很无聊 组的一张机票 就是你真的想要环游世界 24小时内 环游世界都住在飞机上 有一个很无聊组的机票 这样子 那我自己 以我自己环球旅行 你刚刚才20万吗 那实际上 我一路上 其实做了很多廉价航空 那当然这一波 很多廉价航空倒掉了 不过我觉得 至少我当初机票 总共加起来是 6万8千块 才6万8 对 6万8千块 全货吗 对 这边不含信用卡手续费 不过大概加 就是我今天总共14段机票 就是连转机这样子 你可以说一下 你的飞的那个 行程吗 就是比如说台湾 飞哪里飞哪里飞哪里 然后最后接回台湾 OK好的 从这个有点长 再来接下来 10分钟 大概都是我的 都要我要念完 我先从台湾到新加坡 转机 结果过一小时后 我飞印度 勒克脑 勒克脑开始 勒克脑 然后开始在那边 待了20天之后 在印度待了20天 然后从印度德里 坐然后坐飞机 到杜拜转机 到约旦 约旦开始玩玩玩 然后玩玩以色列 从特派维夫飞出来 因为我捡到一张便宜的机票 我就去土耳其 待了5天之后 又从土耳其 飞到埃及 叫做一个地方 叫做达哈布 那个地方 达哈布是那个 红海很有名的潜水点 那个真的是 终身难忘的潜水点 好棒哦 然后再来 然后到开罗 沿着尼罗河南下 北上之后 从开罗飞到 然后在摩洛克转机 到巴西里约热内卢 在里约热内卢 待了10天 办完玻利维亚签证之后 从第二大城圣保罗 那个地方 飞到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 San Cruz 那这个San Cruz 一路接下来 就是往南走 然后这个都没有飞机 然后先走到 先坐车到智利 在智利的沙漠里面 过了很痛苦的三天 然后好不容易到了 然后到了秘鲁 我觉得秘鲁 真的是一个好棒的 观光国家 在那边整整待了一个月 接下来又进亚马逊河 亚马逊河在那边 过境进哥伦比亚 那边在亚马逊河里面过境 从秘鲁首都利马 到那个 哥伦比亚吗 不是 就是 这是亚马逊河 但是它是秘鲁侧 就是秘鲁的 对对 秘鲁侧 很多死藤水 在那边对不对 对对对 在那边有死藤水 对对 要进亚马逊河 亚马逊河城市 你必须要飞飞机 没有别的方法 然后我从亚马逊河这边 到哥伦比亚之后 然后拉基西亚这个地方之后 再又飞出去 又飞出亚马逊河 飞到了 波哥大 他们的首都 哥伦比亚首都 波哥大去迈达林 绕了回来之后 又从波哥大飞到古巴 3月14号找我的 找我们台湾向约 3月19号在古巴见 古巴待了一个礼拜之后 先飞到坎坤 坎坤再飞末城 末城 刚好都没碰到 可惜这样子 对对对 我们刚好错过了 对对对 然后末城之后 再飞迈阿密 迈阿密待了 因为我在飞迈阿密 迈阿密在飞巴蒂摩尔 就是那个美国的巴蒂摩尔 然后接下来就在华盛顿 跟朋友待了一下之后 去费城去那个纽约 然后最后就从纽约飞回台湾 这是我整趟旅行 大概是这么种 哇 给你一个掌声 好优秀 你真的在出发前 你就已经把这一整趟 都规划好了吗 我的飞机机票 我买到波利维亚 波利维亚后面 都是我沿路买的 OK 到波利维亚时候 你已经旅行了 大概一半 那个时候 对大概一半 前面一半机票是买好的 后面一半机票 是路上边走边买的 然后有些机票 甚至是出发前三天才买的 后来就比较边走边看 但是前面三个月 你可能几乎都已经规划好了 应该说机票订好了 但是你住宿住哪里 旅行要怎么走 其实都还没有订 对每个状况都不太一样 每个国家 其实都多多少少 可以讲一讲 那我之后自己做节目 大概也会花很多时间 讲每个国家的生活 因为我在外面 办旅行讲座 人家常常邀请我 给你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讲环球旅行的故事 但说实在的 你真的要讲 我最近光是做 以色列的节目 我光以色列这个国家 我只待七天 我三个小时 我就讲不完了 达叔也有一个 Podcast的节目 你要不要打个广告一下 我的Podcast节目 叫故事轻女 因为我很喜欢那种 一群人在青年旅社里面 互相分享故事的感觉 所以我想要 所以我这个节目 就是故事轻女 叫做Story in a Hostel Instagram上也找得到 最近除了我自己的 以色列节目 因为以色列快要结束了 那最近想要做土耳其 土耳其一丝谈宝 之后 而且也会再加一些访谈 这样子 这也到时候也希望 甲邦能够接受 邀请你来访谈 你想墨西哥 一定一定 那个人觉得 我真的很想待 再久一点的国家 是土耳其 以色谈宝 那他说土耳其 可以玩一个月 我事后真的这么觉得 是吧 我也超想 我超想在那边 住个半年的 土耳其真心不错啊 而且一来便宜 然后食物好吃 真的 这食物好吃 这件事情 真的你身为一个台湾人 去世界各地 你真的会觉得 能够 能够称得上 好吃的国家 没几个 是哦 台湾数一数二 土耳其够资格 够资格 来跟台湾比 你在土耳其 有什么故事吗 会让你 就是你为什么 会想要待久一点 你喜欢猫吗 算喜欢 对 算喜欢 土耳其的 伊斯坦堡的猫 跟一般人 跟一般我们知道 那种野猫 感觉不太一样 他们的猫 比较像城市里的居民 里面有几千只猫 在那个伊斯坦堡 这个城市里面 就像猴头那样吗 对对 猫都很爱干净啊 然后你也可以摸摸它 也可以撒娇 然后是 然后到处都有猫 你有去过猴头吗 猴头有啊 对 有的类似那种 类似那种感觉 但是猴头太商业化了 那个猫 在伊斯坦堡的猫是真的是 那种 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啊 OK 因为我第一次去猴头的时候 我有点被吓到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猫 这么没有灵性 就是那些猫很厌世 所以我很担心 像你这样说 土耳其 它也是一个观光的地方 那它的猫是不是也像猴头的猫一样厌世 没有啦 它没有厌世啊 它们就是 那个没事 就会有商家去喂它们食物啊 然后就活得很开心 想去哪就去南光 浪费在那边浪费生命 这个猫的生活还蛮惬意的 这个猫的生活太特别了 这种城市跟猫之间的关系 所以甚至有一个电影 叫纪录片 专门介绍 土耳其是伊斯坦堡的猫 叫做爱猫之都 很有趣 我很多朋友都是爱猫人士 而且他们是养两只猫 三只猫人 猫还不错啊 我觉得很可爱啊 人家说之所以会喜欢猫 是因为它猫的那个脸型 很像人的婴儿 然后体重也很像婴儿 所以人家看到猫 就会觉得很像是婴儿这样子 真的吗 我听这是一个都市传说啦 你信不信就 这看见仁见智咯 这信不信见仁见智 另外一个问题是 你觉得你在土耳其夯吗 就是是不是有很多人 都觉得你很帅 又会一直被打散 没有土耳其它是一个 很多民族混在一起的国家 所以其实 特别又是伊斯坦堡 它是欧亚交界处 所以在那边 有任何的人种在那边 都对他们来说 好像都蛮正常的 这样子 当然以我一个黄种人的话 说实在的 我在印度跟埃及 比较常被问 他们在那边 亚洲观光客真的很少 特别 而且又这种不是跟团 是一个人走在路上的 不过我觉得这种东西 首先看这个国家够不够穷 在印度我就说 Will you mind take a photo for me 就是能不能帮我照相 结果这些人 好像真的是英文不太通 虽然印度是被英国统治过 但是他们并不是 每个人英文很好 然后那个男主人 居然把全家叫起来 占成一百让我拍照 真的是我帮他们全家拍成他 好好哦 他们是不是没有拍过照吧 是吗 对对对 就觉得警察好加问号 你说把我照相 不是说全家给我照相 我是来过怪的 他是专业的当地人 然后那个也有很多小孩子看到我 哦 Jackie Chen Jackie Chen 他们只认识成龙 你知道吗 我哪里像成龙 对对对 他们来说都一样 亚洲人长得都一样 对吗 都蛮有趣的啦 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 他们也很喜欢中文字 就是我一路上 我常常觉得说 是不是要准备一些礼物啊 给那个在地喜欢的朋友啊 所以我一开始想说 我要不要带着色紫 然后去就是折纸 折给人家这样子 那后来我发现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我觉得后来 我觉得最棒的礼物是什么 来问一下 叫什么名字 Barbara OK好 Barbara 那我就Barbara 写在一个小小的便条上面 先用英文写一行 然后再用中文字 就写巴布拉吗 叫巴巴拉 就中文嘛 就是写嘛 然后就写这个小小 这是你的中文名字 他们超喜欢的 他们超吃这一套 那你出发的时候 你能够透露 你大概准备了多少钱出发吗 就是你整个预算 大概有多少 对 刚刚好像忘了回答 接下来讲 那个住宿的部分 住宿其实各国的物价 都不太一样 那我自己是住青年旅舍 所以都不是那种 很少那种 住的很高级的地方 除非是说 像李渊乐类如 那当时又刚好跨年 又是很贵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真的是 那一个晚上 大概是1200 1300也跑不掉 我在南美洲 待了三个半月 很少超过300块的 再来是美国 纽约也比较贵 那35美金 跑不掉 这样子 总共言之住宿 大概是这样子抓 然后因为 有的时候也睡车上 所以也没有花到很多 我也甚至住过 八九十块的青年旅舍 那个在印度是存在的 再来吃的部分 我个人就是 不一定要像我吃的这么省 那我是觉得是说 在地的小吃 我都愿意体会 那一些 除非是今天是跟朋友吃饭 否则我大部分 不会吃的 会比较节省一点 就是你人生 就是完全在挑战 你人生的下限 因为我第一个去的国家 其实算是印度 新加坡不算的话 新加坡九个小时不算的话 那去过印度之后 你人生的下限 就从此下修了 你会发现 你人可以活着 也可以用很那种 很省的方式 都可以活 这样子 所以说 我的这个数字 并不代表说 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那只是说 我觉得这样子是可以的 然后我一路上 我有记一个很细的明细 就是我记账记得很细 这样子 我总共连我银行的手续费 都算进去 还有我的保险都算进去 唯一不佳的是 我在美国买的新手机 那其他加上去 大概是32万 再加上我因为飞机被取消 所以保险有理赔 所以又理赔了5000 所以应该31.5万吧 那个数字只是说 我一路上旅行 我觉得可以接受这个 我觉得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 最后三十二万 有没有人可以更低 当然有了 也有什么十万环游世界 这一定有 但是就看你要去哪个国家 想要去怎么走 这个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我当初估预算 其实我估的方法 也蛮简单的 就是像我有一对朋友 他们是我学弟妹 然后他们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大学 大学情侣结婚 结婚之后就去度蜜月 然后他们就说 两个人环球世界 一年花了120万 我觉得这个数字也不错 一个人吗 两个人加起来120万 那一个人60万 其实跟你也差不多 他们是还一年 你是还半年 但是他去了一些 什么阿根廷 然后复活岛 那些东西就确实 那些点其实算是比较高单价的地方 而且欧洲我只有去土耳其 所以欧洲我没有待很久 可是你也去了像是纽约 美国这些迈阿密 这些都超贵的 对啊 这超贵的 尤其也是不便宜 尤其以色列跟约旦也很贵啊 对啊 这些国家是贵的啦 相对贵啦 但是就 我觉得贵一定还有更贵啦 这样子 那个以色列 你先看看麦当劳一套多少钱 香气宝套餐 249 249 你是台币吗 对台币台币 你太看不起以色列了 要不要再往上猜 399 399 你还是看不起以色列 以色列这么贵 499 差不多 450吧 以当时的汇率来说 大概450 香气宝套餐 然后我朋友去那边坐计程车 那个计程车 6分钟 以色列计程车6分钟多少钱 再再看 我刚刚香气宝都这个价了 计程车 1200 没那么贵啊 6分钟大概700台币吧 还是很贵 你可以从台北市中心搭到淡水了吧 对啊 哇靠 对啊 只能说贫穷 先是我的想象 对啊 对啊 我在路上还有碰到一些德国的朋友 如果真的 那他们也说啊 以色列真的居然比他们国家还贵 对啊 其实我记得德国的消费应该是还好 如果以就是生活的东西来说的话 跟台湾其实好像就比台湾贵 估计的差不多 或是跟比台北贵一些些这样 但是没有到很贵 在旅行过程中碰到很多德国的朋友 而且我觉得德国人 因为这些旅行者来自德国旅行者 你会觉得说跟他们讲话 言之有物 有问题 他们会很具体名的分享他们的经验 跟你分享说你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不论是签证啊 或是买机票啊 买机票啊 因为在说实在的 在南美洲很多的流程很不方便 但你没办法用 有的时候你没办法用现金 有的时候你得用信用卡什么的 你会卡很多关 那透过这些德国旅行者 脑袋比较清楚的人 就通常会有不错的答案 各国民情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碰到的 比方说纽西兰来的 澳洲来的 加拿大来的 什么都好 真的 真的 他们真的确实这些国家的人比较好相处 达叔能分享的旅行经验 真的太多了 所以Jasmine把这一段访谈 分成上下两集播出 不知道听完今天的节目 你是不是觉得 其实环球旅行 好像真的不会花到那么多钱 也没有那么的困难 其中我最讶异的点是 环球机票竟然只要六万多块 什么 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毕竟我光是飞墨西哥 便宜的来回机票 从台湾飞到墨西哥 大概就要三万到四万块台币 所以我觉得达叔真的很厉害 他可以配出这么便宜的机票 其实长途旅行的旅费 可以压得很低 如果大家不是去一些生活水准 或是物价水平太高的地方 吃住的生活费 可能就跟台湾差不多 那最贵的就是机票钱 或者是火车钱 另外一个是tour 比如说你去参加潜水 体验潜水的这些消费 才会可能比较高 那如果说你能够买廉价航空 或者是买到一些促销的火车票 就真的可以压低很多的预算 就真的可以觉得完全不伤荷包 但是又玩得很开心 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 就是其实这集的访谈节目 是在大概五六月的时候就录好了 可是那时候贾斯敏游牧生活的 这个节目才刚开始 企划方面是想要先聊 旅行与爱情的主题 所以达叔的这一集访谈 就一直放着没有剪 这两天Jasmine在剪节目的时候 真的觉得达叔很健谈 能够这样子侃侃而谈的 聊出许多的故事 还有他旅行的方法经验的归纳 可是同时也觉得 好像听到Jasmine自己很青涩的部分 我觉得还不是很知道 要怎么去当一个很好的主持人 尤其因为我们是用电话的方式在录音 看不到对方的脸 所以就常常有强化的情形发生 希望没有造成大家在听觉上太多的负担 我知道听我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也有很多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创作者 所以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种在制作节目的心路历程 其实达叔他也是一个非常用心的创作者 他的Podcast频道叫做故事轻侣 我会把这个节目的连结放在描述栏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看哦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边 如果你想要继续听旅行故事 可以在Apple Podcast Sound on 或是Spotify等平台订阅我的声音 如果说你想要看到更多墨西哥的生活照 欢迎follow我的Facebook或者是Instagram 只要搜寻甲思敏 甲是甲一丙丁物的甲 不是姓氏的那个甲哦 思敏是思考敏捷的思敏 或者是搜寻账号 JustJourney115 J-A-S-J-O-U-R-N-E-Y 数字115 就可以找到我咯 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很谢谢老天爷 给我们这个缘分 让你听到了我的声音 也非常谢谢你 花时间听完今天的节目 感谢你的收听 Thank you, gracias 我们下次见 See you, adios Bye bye